最近大家说没怎么看到我修U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U盘 这一个U盘的型号是MU110 我在网上简单的查了一下 MU110它对应的是一个可调多轴器的型号 因为对方没有把上半部分的外壳给带过来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胡思乱想 我们把这个盘给拿出来 这个主控它用的是一芯的FC3379 据说它这个主控是除了颗粒是真的物理损坏以外 其他的不管坏坏有多少都能给你开出来 真不愧是为了环保而生的主控 因为它的量产工具图标以及官网 用的都是非常环保的绿色作为主题 U盘后面搭配的是一个牛屎的晶圆 主控面上还预留了一些金线的触点位置 这个说不定还有双层结构的 据说它是发烫严重 我们先通个电看一下 U盘商店它是直接大短路状态的 电流都到0.8安了 让我开一个热成像来看一下 这里再发烫 发烫点对应的是主控的位置 最高温度已经达到140了 还是不要去碰它了 不然的话手上又要起个炮了 主控这边我已经找到了一块全新的FC3379主控的料板 我都还没有上过颗粒的 因为它蓝色的这块主板是定制的 我们只能尝试把这个主控给它交换过来了 干这种牛屎U盘 需要把温度稍微调低一点 不然底下非常容易 啪的一声直接炸裂的 稍微有点难拆 因为我这一个温度用的比较低 OK 主控这边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现在我们再次给它重新通电看一下 上电还是一个大短路的状态 完了完了 该不会真的是这个牛屎底下短路了吧 要测试它是否短路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它原来的这个主控没有坏掉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干回这块料板上面 理论上是可以正常识别出来的 料板的主控我又给它重新安装好了 我们来通电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是正常的 并且这个灯都亮起来了 刚才这块盘灯是不会亮的 所以这就证明它这个主控肯定是好的 坏的是它底下的这个牛屎晶圆 像它这一种晶圆挂了 那就没啥好说了 但是我今天也并非要死磕这个盘的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患者 这一个是金士顿的U盘 后面贴的是金士顿的颗粒 这个主控用的是群联的 PS251-13-Q 这个主控我并没有查到它的详细资料 但是根据后面这个颗粒 我查到的是一个EMMC4.5版本的芯片 容量是16G 也就是之前手机或者平板上用的那一种硬盘 我们先通电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跑上来吧 能上去一点 但是这个小数点后面有四位这么多 我这边仔细的测量了一遍 它只有一个0.7V 跟一个4.2V的电压产生 0.7V对应的应该是主控的核心供电 4.2V就不知道了 但肯定不是这个EMMC的 像这种EMMC供电一般在2.5-3.3之间这个范围 有可能是它这个主控挂掉了 但是我在网上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卖这个主控的商家 这就尴尬了 我最近怎么总是接到这种奇奇怪怪的稀有盘 还是先把它这个颗粒拆下来 重新判断一遍吧 免得又像刚才的黑胶盘一样 是晶圆短路 那就没戏了 颗粒我已经给它拆下来了 看了一下这个焊盘 它应该只是一个正常的USB3.0协议的EMMC主控 对标的应该是NS1081这一类的 因为它中间用到的这一部分 都是正常的EMMC接口定义 可以看到这些布线确实是只通向这个EMMC的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 它就是高级一点的读卡器 周围晶圆这一部分的晶点并没有用到 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我们继续来测量一下这个主控 可以看到 这个主控上电电流还是跑不上来的 像它这一种EMMC的颗粒控制器都是集成在内部的 并不是直接读取晶圆定义 那就好办了 我们不需要找到与它一样主控型号的料板 只需要找到与它协议匹配的料板即可 如果它颗粒里面控制器没有坏 像这一种2.0主控的主板也是可以通用的 我们现在把这一个颗粒给它干上来 现在这一个盘我已经给它模改完成了 咱们连机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上机以后这个分须直接读出来了 容量16g也没毛病 不过这个分须变成了漏的格式 这个问题不大 待会给它修复一下分须就好了 果然还是这一种EMMC主控可玩性更强一点 我发现我自己还是高兴的太早了 刚才我用软件扫描了一下 它这边硬是一个文件都没有找到 我现在停留在分区的零号位置上 这边正常应该是以55AA结束的 可是这里显示的却是1324 估计它原来的主控是带了加密的 现在我要收回刚才说的话 加密的主控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也不排除是客户自己之前使用过软件加密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保险起见还是改天再问一下客户吧 因为我现在去问客户的话 肯定会被客户打死的 来到了第二天 事情又发生了一点转折 客户那边回复到这个U盘确实使用了加密 而且用的还是U盘里面自带的加密软件进行的 这种就是典型的自己把自己给锁死了 它的加密软件应该是跟这个主控进行过绑定的 客户那边之前的描述是连接电脑以后 会出现一个输入密码的界面 可是我把这一个芯片换上去以后并没有显示 如果想要解密的话 那还是得把它原来的这个主板给它修好 而且我还得到另一则消息 它这个U盘之前是被维修过的 我也在网上翻到了这个同款U盘的高清拆解图 虽然图片上有个别元件的布局存在细小差异 但是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这里是少了一个私印叫做ET的外星人芯片 那之前的故障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芯片挂了 上家才把它给拆掉的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个芯片可以从金士顿的古董M2硬盘上面拆到 这个料板我也是翻了很久才找到的 上面刚好有几颗一模一样的电源转换芯片 我们先随便找一颗给它补上去 这里还有一颗小电杆 也给它顺便补上 目前颗粒还没有装上去 我们来单独测试一下这个主控能不能识别到 连击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啊 那时候面这一个电压确实是正常产生了 现在这个盘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主控绝对是挂了 因为我这边一时半会也找不到一样的主控 只能暂时先放弃了 不过我觉得即使找到一样的主控 里面的加密数据大概率也是解不开的 今天真是见鬼了 接到了两个盘 故障它居然是相反的